好,我們這邊來介紹一下怎麼在 PowerPort裡面建立一個自己的投影母片 那我們今天選的是一個宣傳背光 好,那我們先打開一個簡報 那一般來說在模板裡面的話我們可以從檢視投影母片這個地方看到你的目前的模板 那因為我這邊使用的是一個 default 沒有的沒有背景的模板就是白色的 那我先我個人的喜好是先把一些我可能不會用到的一些格式先去掉 然後就留一個比較乾淨的幾個模板 好,然後再過來我們假設選擇是這個空白的子頁 或是選擇任何一個都可以 然後我們現在就要找一張宣傳背景 那我們在這邊是一個日本的免費的子的背景的網站 叫freepapertexture.com 那等會我會把這個 我覺得是放在那個影片的介紹裡面 那一般來說PowerPoint我們希望找的背景 如果不是有特別的理由的話我們希望有一個比較淺的背景 那看起來比較舒服 當然你有深色的背景在不同的情況下也是很適合的 可是比較深色的背景在列印的時候可能會比較吃墨水 所以一般來說我們比較喜歡用一些比較淺色的背景 好,那我們在這邊裡面有很多種背景 我假設我選擇一個 看到這邊 我應該先選擇紙的背景 好了,我要先選擇一個紙 然後這邊有很多的不同的紙 然後選擇的是這一張 好,叫帳子紙 好,那我們到這個地方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它有不同的解析度 那我們先選擇一千兩百 然後選擇JPEG 因為我不是要印刷 所以這個東西已經足夠我來做背景了 然後選擇這個以後選擇下載一千兩百 JPEG 因為JPEG的檔案會比較小一點點 比電機小很多 那另外做背景事實上是蠻合適的 好,那我下載之後呢 我們回到原來的PowerPoint裡面 我來這個地方 現在我們剛剛已經在母片的這個裡面對不對 然後我就要插入一個圖片 從檔案插入圖片 那我們剛剛的紙的背景應該是這一張 這兩張我登錄了兩次 我假設選擇這一張好了 好,那你看到這個圖片 這個圖片的一千兩百還是不太夠 所以沒有關係 因為它這個紙是重複性很高的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 再用Ctrl-C再複製一次 然後複製然後再貼上一次 然後把它移到旁邊來 然後同樣情況我們再做一次 移到旁邊來 這樣的話就已經有 我把這個螢幕再縮小一點點 各位可以看清楚一點 那這個事實上是有抄出來了 抄出原來的紙 所以我們把最後這一張的話 再把它切一下 其實切不切無所謂 不過切的話以後可能在 觀感會比較好一點點 我們到圖片格式的地方選擇裁切 那裁切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移動這個東西 你可以看到在這個地方是有一個 好,那我就已經裁切好了 那裁切好了之後 這就是一個背景了 就可以使用了背景 假設我希望在這上面做一些不一樣的花樣 好,我現在複製一份好了 複製百名牌子 等於說我有兩份百名牌子是一樣的東西 另外一點就是提醒一下 就是說我們之前我可以把這個東西把它group在一起 組成群組 然後把它移到最下層 之所以移到最下層的原因是因為我們下面這個地方 有一些文字可以放 那你放到最上面層會把文字蓋住 你把它移到最下層的話 等於說這些文字就會出現 如果你有設定的話 那我先把剛才那一張先去除掉 然後按Delete 再複製版面配置 好 這個東西假設我現在希望在這邊做一點點花樣 就是說假設你有一些重複的 PowerPoint簡報是需要有一個 好像是黑的之類的東西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做 我們可以到它裡面有一些標籤的東西 譬如說我們到這邊看一下 我選擇一個標籤 假設我選這張好了 這張感覺上 比較淺色跟原來電章比較配 那我可以選擇640或120 無所謂 因為這個這個標籤並不會太大 我選擇640好了 要選擇下載 好 下載之後呢 那我在這個地方 一樣插入一個圖片 好 那我先說明一下 那個PowerPoint裡面 我們前面有介紹過 怎麼來做去背 所以我這張是已經去好背 我在別的別的那個 Cash裡面已經做去背 因為PowerPoint對這張去背 我剛剛試了一下 並不是很好 因為它顏色太相近了 不過你要耐心的話 還是可以利用去背方來做 假設我希望在這個地方有一個 好像一個標題的東西的話 那我選擇好大小之後 我一樣做裁切 就把它切到 跟它一樣對齊 好 按下去 所以那你就 這個時候你就看到有兩張不一樣母片 一張是有這個東西 一張是有這個東西 那這些母片 如果位置你覺得不喜歡的話 或者大小人家挑的話 到時候 還是隨時可以進入母片的地方 來做 好 然後 我們關閉了母片之後 假設我有一張新的投影片 按一張新投影片 那我要選擇它版面配置 我可以選擇 在這個地方 選擇 就是這張是我們剛才選擇的 類似宣指的那種 就是 指的背景 那或者是說 我再加一張新的投影片 一樣 全部轉白面配置 我可以選擇這個東西 那我 這個時候就可以 使用我們自己的 設計的母片 然後來 當作一個比較不一樣的簡報 好 那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邊好了 做得很好 於是 直接這樣 有個百分洋 在宅 沒什麼 我可以選擇